好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 蒙福的人生 蒙福的人生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在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 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 那经文我已经打在头影片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看着头影片 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 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景象上 磕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汉世人眼前 蒙恩宠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脊 滋润你的白骨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心酒盈意 我儿你不可侵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就像我题目讲到蒙福的人生 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呢 是有很多的钱吗 还是有很高的地位吗 很多人很有钱 也有很高的地位 可是你却看到他并不快乐 因为他很孤单 没有任何人了解他 甚至他虽然结婚有夫妻的关系 有亲子的关系 可是事实上那些关系都不好 虽然好像是住着一个很大 或是很豪华的房子 但事实上跟家人的关系是很远的 中间好像隔了一道高墙一样 又或者他虽然可能很有钱 可是他每一天都在为那些钱的事情 在那边担心 实际上钱带给他的不是快乐 是很大的重担 搞不好今天股票的涨跌 就决定了他今天心情的好坏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钱在股市 那个股市的涨跌可能就是一大笔钱的变化 事实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就会体会到真正蒙福的人生 和平安是分不开的 和平安是分不开的 一个没有平安的人生 就会充满着恐惧忧愁重担 而平安是一种内心的状态 跟外在的环境 它是没有绝对的关系 反而你靠着外在的环境 所拥有的平安 往往只是一种假象 很容易就戳破就幻灭了 就好像今年有四阶杯足球赛 我们看到德国这个队伍 他一向是晋级决赛的热门队伍 他也是上一届的冠军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的四阶杯足球赛 他却输给哪个国家啊 记得吗 输给了南韩对吗 他以0比2输给南韩 连16强都没办法进入 这是他德国从1938年以来首度 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四族会的 会内赛的晋级 这个赛他没有办法进击 你看他过去的那些光环 有办法带来他今天平安的保证吗 是没有办法的 那怎么样可以拥有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明白 真正的平安是从谁来的 是从神而来的 只有神能够在那个 看起来很危险的环境当中 依然能够让人去经历到真正的平安 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 在开头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说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这里是用一个父亲对儿子教诲的语气 好像是在做一个信仰传承的教导 而真言的作者 我们知道在真言一开头就讲到 是以色列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所写的 圣经中告诉我们 所罗门王的智慧是谁赏识给他的 是上帝赏识给他的 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的法则 我的诫命 实际上就是上帝透过所罗门所示下的话语 所以这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 会加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岁数 还有什么平安 是谁加给我们的 当然是神加给我们的 所以遵守神的话语 可以带来生命岁数的加征 而且不只是加征 还有着平安 一个活得长久的人生 还要加上平安 这个人生才是怎么样 真正的有盼望 如果他今天活得很长久 却没有平安 你知道这样的人生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什么 折磨对吗 是一种折磨 有的人虽然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的病痛不断 然后又常常担心他的钱财 可能连睡觉都睡不好 这样的人 他实际上是不是过得很痛苦 他虽然可能活得很长 事实上活得很痛苦 没有平安 传道书里面有一段经文 就描写得很清楚 在传道书五章十到十七节 我来念给各位听 他说贪爱银子的 不应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 也不应得利益之足 也就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他说这也是虚空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就是反而那些做出工的劳工 他反而坐得很累 他就睡觉 每天坐完他就睡觉 他就睡得很香甜 可是相反的 富足的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他说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大祸患 就是财主积存之财 反害自己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他所劳碌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并且他终生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 又有病患忧气 你看他讲到这个有钱的人 他反而天天在为钱的事情担忧 他所赚的钱 最后也没有办法带走 但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 为这件事情烦恼 在那个黑暗中吃喝 睡也睡不好 又常常患病 这样的有钱的人 他可能活得久 对他来讲 实际上一点也不快乐 一点也没有蒙福 而且我们刚才睡 我们刚才看到是遵守神的话 才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加征 以及平安 那为什么遵守神的话语 可以加征我们生命的 岁数跟平安呢 这要从下面几个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 遵守神话语的益处 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从这段经文看到 遵守神话语 会带给我们四个益处 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个是什么 遵守神的话语 带来与神与人美好的关系 他带来与神与人美好的关系 第三道四节讲到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景象上 磕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 蒙恩宠有聪明 神的话语当然是站在 神的良善 仁慈 信实 真理的基础上 所以当我们在遵守 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自然也会展现出一种 像神的品格一样 心存善良 对人仁慈 忠诚 所行的合乎真理 可是这和我们人 自私背逆的本性 常常是抵触 常常是不相符合的 比如说圣经上告诉我们 师比受更有福 你要给出去 师比你去接受是更有福的 可是一般人会这样想吗 不会啊 人往往想的就是为自己抓取 抓取自己有利的 不想付出啊 所以你看神的话语 是跟我们自私的 悖逆的本性是不合的 所以经文在这里 劝勉我们 要愿意将神的话语 要怎样 细在你的景象上 就好像缠绕在你的脖子上 脖子是干嘛的 脖子是负责转动的 对吗 它让头可以转到一个 正确的方向 所以当脖子被绑住 会使我们的转动受到限制 这边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愿意受到神的话语的 限制跟牵引 你要愿意让神的话语来限制你 让神的话语来引导你 当时我们所做的 才不会偏离神 良善 仁慈 信实 真理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愿意受神的话语 来限制跟牵引的时候 我们就会愿意去对付 我们自己自私悖逆的本性 更进一步他还说 要磕在你的心板上 磕在你的心板上代表怎么样 你不会忘记 你就不会忘记 不管在任何情况底下 内心你都清楚明白神的话语 也就是神的话语 会成为我们自己的 像我们自己的本性一样 我们打从心里面就去接受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第四节告诉我们 会得到神和人的恩宠有聪明 就是你在神跟人之间 你会被大家看起来说 哇 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识 简单的说 你就会从神和从人 都会喜欢你 都会喜欢你 你跟神跟人之间 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这个美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在美国 有两位心理学的教授 他们经过二十年的研究 从研究对象 多如牛毛的各种的生活习惯当中 他们总结出来一些 会影响寿命的决定性的因素 然后他们就将他们研究的成果 发表成一本新书 叫长寿工程 该书就列出了 长寿关键要素排行榜 可是他这个书的研究里面 让人吃惊的是 书中列出了决定人类 受命的六大因素 第一名你们猜猜是什么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跟你旁边说 就是人际关系 就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第一名 研究表明说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远远的超乎想象 人际关系比你在那边吃水果蔬菜 在那边常常锻炼身体 在那边定期检验 可能都更加的重要 这不是只有他自己这个研究 哈佛大学医学院也针对了一个 他针对两百多名的男性 进行追踪跟调查发现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真正重要的就是 你跟别人的关系 那个研究发现说 如果今天你们常常朋友 很好的朋友聚在一起 就算你们在那边喝点小酒 也比一个低酒不沾的人 反而 但是他很孤单的人 反而你可能更加的长寿 所以那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 你跟神跟人的关系 都会怎么样 都会好 都会变好 就像好像你看 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大家都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委身小组 我们在小组当中 我们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扶持 你很自然的 是不是可以在教会当中 小组里面就可以去建立 很美好的友谊 你就可以有很美好的友谊 主缘跟主缘之间有很美好的关系 特别是弟兄 一个弟兄如果今天没有小组的生活 常常都是怎么样 年纪越大越孤独 就开始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在那边看着 已经看过很多遍的武侠小说 在看着那个已经播过 不知道多少遍的电视 我爸爸以前就这样 我常常都要提醒他说 这看过 他说有吗 有看过吗 我说有 我看过好多遍了 他就变成总是在那边越大 越年纪越大越孤独 你看像我反而我在新庄 我在新庄那边晚上 礼拜五晚上 我都会留守在那边 我常常就会听到 家庭弟兄的小组的聚会 他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 常常都会传出快乐的笑声 那个真的 你听到都觉得非常的美好 那好像圣经上面所讲的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你想想看 弟兄们来到小组里面 这样欢乐的谈笑的 工作上的压力 是不是都解除掉了 工作上压力都解除了 都在那个聚会当中得到释放了 所以你看从上面的例子 可以看到 遵守神的话语 会带来与神与人美好的关系 是不是正是影响了 我们长寿的关键 是我们第一要素研究 也是这么指出的 而且不只是跟人 这边告诉我们 你跟神都会有美好的关系 如果今天跟人都会有美好的关系 都可以带来生命家天 年岁家天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跟神美好的关系 我们那个神才是真正 领受一切祝福的源头 所以那更是我们要把握住的 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 遵守神话语的第一项益处是什么 它会带来我们与神与人美好的关系 那真正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是会影响寿命 这是研究上都指出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益处 第二个我们看到 遵守神话语的益处是 遵守神的话语 会带来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它会带来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第五第六节那边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里的专心指的是你用你的全心来信赖耶和华 一点都不要去倚靠自己的聪明 那怎么样是全心的信赖耶和华 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呢 后面就接着说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要先知道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才是认定嘛 你要知道神喜悦我们做怎样的选择 而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然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 都要能够贴近跟彰显神的属性 那要如何可以贴近跟彰显神的属性呢 自然就是什么 遵守神的话 自然就是遵守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跟态度的时候 经文上说 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看我下面有列出一个英文 原文的意思事实上也是这样 就是他会让你的道路怎么样 变得直直的 变得通达 变得直直平直 也就是当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 你知道事情会变得没有那么多重担 好像变得很好走 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一样 就好像两点之间 看下一章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什么 直线嘛 就好像你就直直的直直的 就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一样 相反的到人往往都是想要靠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事情 常常都把事情怎么样 搞得很复杂 搞得很弯曲 以为自己可以掌握 搞得很复杂很弯曲 又没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当你愿意去仰赖耶和华 一切事情当中认定他的时候 他反而会让你的道路变得什么样 很平直很通达 变得很简单 你看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 一段彼得他传福音的过程 那个时候彼得是来到约帕那边 然后神要借着彼得 把福音第一次的带给外邦人 所以神同时在两条线来动工 一个是在凯撒利亚那边有个 下一张 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叫哥尼流这个人身上 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 但圣经上说 他是一个很敬畏神 常常在那边祷告神 他也常常会施舍去 周记百姓的一个好官 结果有一天就是他在平常一样 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神就差派天使跟他讲说 叫他去约帕 要去找彼得 神会把当说的话 彼得会跟他讲 所以他听了以后 就赶快找了他两个信任的部署 叫他们赶快去约帕那边找彼得 而同一个时间 那时候彼得 他正在朋友家里面 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 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 下一张 神就看到天开了 有各样的活物在里面 然后有个声音说 叫彼得你起来怎么样 宰了吃 彼得说不行 我从来不吃那些不解的 对不对 摩西律法里面有很严格的规定 我怎么可以吃这些不解的呢 可是神说 神所看为邪禁的 你不可视为不解 对吗 一连三次跟他讲 就看到这个异象 就在他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两条线就交汇了 从格尼流所派来的人 就来到约帕 就找到彼得所在的房子 就在那边敲门说 这边有没有一个人叫做彼得 然后我们那个长官要我们来见他 要带他去见格尼流 彼得正在想说 彼得正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照道理讲 犹太人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 对犹太人来讲 外邦人是不解的 他们怎么可能去外邦人的家里呢 可是那时候 刚好他就在思想 上帝给他的这个意象 圣灵就再次的动工 告诉他说 彼得你下去 跟他们过去 所以对彼得来说 虽然这跟他的传统的观念是不合的 是有冲突的 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交往 可是彼得有一个什么 顺服神的心智 他知道要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意象 是跟这个有关的 神所视为洁净的 你不可以再看作不洁的 所以他就愿意跟他们一起前往 来到格尼流的家中 然后格尼流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讲 神有没有借着你要跟我们讲什么 彼得我想他那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 他只能讲他最熟悉的就是什么 传扬福音 他就跟格尼流一家就传讲起福音来了 结果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就成就了 在彼得跟格尼流他们全家人在那边讲道的时候 圣经上说圣灵就怎么样降临在他们身上 彼得和他一起来的人都只能赞叹神的作为说 原来神也是圣灵给外邦人 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帮他们去施洗了 我们看到彼得在一切的事情上 他认定上帝 即便跟他原来的观念是不合的 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交往 不能去外邦人的家中 可是他愿意顺服神的话认定神 他愿意去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 即便他不是这么的清楚 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上帝有没有开路 上帝有没有动工 让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就变得很简单 水到菊成 顺利的带领第一批外邦人信耶稣 相反的我们看到在当时 也是有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 可是明明圣灵的工作已经很清楚显明了 可是这些犹太人仍然抓住自己固有的观念 认定外邦人信耶稣 还得去遵守那个摩西的律法 还得要守割力才行 他把信耶稣是不是搞得很复杂 变得很复杂 甚至引起教会之间的纷争 这些人的结果是怎么样 离神越来越远 甚至可能被定为异端 没有任何的平安 所以你看彼得他就是这样一个单单认定神 神是不是就为他开道路 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就变得像直线一样 他就顺服就过去 圣灵就动工 事情就怎么样 这样成就了 所以各位 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知道这会为我们的人生 带来一个持久的目标跟方向 他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持久的目标跟方向 那个目标跟方向就是我们越来越能贴近 跟彰显神的属性 也就是我们会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们都可以荣耀神 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跟方向 借着遵守神的话语 就为我们人生带来一个持久的目标跟方向 这个目标跟方向是有意义的 它会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 不断的突破跟成长 甚至可能是我们以前 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 它在我们人生各方面都会带领我们成长 好比在工作上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许我们短时间看不到方向 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认定神 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神 都要荣耀神 你会发现 正是因为你抓住这个方向 反而会慢慢的带领我们 在工作上可以突破 可以往前迈进 我自己以前在工作上就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我之前 我最近听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见证 也是这个样子 我来分享这个弟兄的工作上突破的见证 这个弟兄他是写程式的 他对写程式有兴趣 他之前就在神的带领之下 他很奇妙的进入到一间大公司里面 就在今年大概八月初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新进的员工 他的老板要测试他 叫他从专案的需求收集资料开始 然后写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系统 他当下一听到感觉非常的惊慌 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独立去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 写这样的城市 他说他光分析那些系统 还有写那些计划书整整 大概就用掉了他半个多月 所以他说他真正开始写城市的时间 已经到八月十七号了 可是他老板那时候只给他一个月 就到八月底以前你就要完成 我结果你看都已经过一半了 对 还剩下不到半个月 他就必须完成这个专案 而且这个专案里面有一些部分 是写网页的那个部分的城市 那个部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学过 你如果今天到外面上课 可能要花六十个小时 才能把那个课程上完 等于是你要再花个好几天 一个礼拜都要再上这样的课程 整天都在上课程 才能有这样基础的认识 可是他只剩下十五天了 哪有时间再去浪费那六十个小时 他当下真的感到非常的惊慌 感觉到没有盼望 那这个弟兄就跟神祷告 求问神该如何做 神就开始让他回想起来 在经历神的时候 神曾经应许他工作事情不要担心 而且他也的确看到神怎么样 为他开道路 让他可以进入到这间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可以进来的大公司 然后那一段时间八月份 刚好我们主日也是在讲那个生命记 神就用那个生命记 摩西跟下一代的那个要进迦南地的 以色列人去分享 上一代的失败的经验 就用那个主日信息里面 神的话语来提醒他 如果今天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 就算那个城墙再高再厚 都能够怎么样 得胜 都能够得胜 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的信心 他抓住神的话语 他开始认定神 他就抓住神的话语 他就凭着信心开始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去突破 可是那个网页的部分 因为他没学过 真的很难突破 他说他自己买了 大概已经差不多有十几本的书 可是还是没有用 他一个礼拜下来 每个礼拜可能每天都只睡 大概三四个小时而已 可是那个进展仍然非常的缓慢 没有什么进展 那这个弟兄平常 就有每天在教会成岛的一个习惯 所以他可能虽然每天只是睡 三到四个小时 他还是告诉自己要去成岛 可是一直到了礼拜五那一天 他觉得真的好累 身心俱疲 他觉得实在是爬不起来 可是他心里面就有一个 吹住他的声音要抓住神 所以他就是用力的爬到了教会 然后一到教会坐下来 在那边敬拜师哥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一直在那边哭 他就跟神说 神啊 我好狼狈 我做不到 求你救救我 求你帮助我 没想到他这样的祷告 神真的安排 那个奇迹就发生了 神迹就发生了 你知道就在承岛我们敬拜 祷告之后 再来是什么 QT的分享 所以大家就读完QT 开始要QT的分享的时候 有一位他坐在他后面 他不认识的弟兄 就过来跟他一起分享 然后他那边分享完QT 稍微聊一下以后 他居然发现 那个弟兄原来是一个 资深的城市设计师 资深的城市设计师 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上的状况 跟这个弟兄稍微讲一下 那个弟兄说 这个听起来是很基础的 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教你 当下两个人就互相留了赖 两个人就互相留了赖 然后最奇妙的是 到那个天的主日 那个弟兄就很耐心的 在那个线上用LINE 就跟他一直教他 怎么去写那个城市 从早上十点一直带领他 写到下午五点 那个弟兄就这样用LINE 这样一直带着他 就是当天主日那个时间 短短的一天的时间 他就学会 他平常原来要花六十个小时 才学会的东西 也顺利的完成了 所有的基础的页面 他说神真是怎么样 垂听祷告的神 就在他觉得最没有盼望的时候 神原来早已经安排了 一个天使怎么样 来帮助他 正让他兴奋的以为说 太棒了 我已经完成专案了 但是神好像没有要让他 那么轻松的过关 那个老板看到那个专案以后 不等他报告 又把他臭骂了一顿 老板说 我不是只是叫你 写出一个样子出来 我要你写出一个 真正可以使用的网页 就算是不懂城市人 都可以进去点进去 这样使用就对 是一个真正能够用的 老板说 我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再做不好 你就自己知道 就离职就对了 他当下真的打击非常的大 光完成这个城市 已经让他做了头昏脑脏 你只剩下一个礼拜 要做一个真正可以使用 真正可以有 真正上去的网页 对他来说 那已经不是城墙 厚不厚 高不高的问题了 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他觉得说 是不是到此为止 他就看着他桌子上的 那个十字架 上面写了一段经文说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所以他就继续抓住神的话语 他继续跟神祷告 他说 主啊 这真是极大的困难 可是我仍然选择 相信你到底 他说 今天就算我失败了 也要失败在 你所给我的信心当中 我仍然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去努力的去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就凭着这股信心 他埋下头就继续写 结果神真的很奇妙 又安排了第二个天使给他 就是坐在他前面的学长 这个学长事实上不是基督徒 平常也都对他很凶 可是他感受得出来 这个学长事实上是愿意教他的 这学长有一天就突然跟他讲说 我礼拜六要来加班 你如果有东西要问我 你礼拜六也来 所以这个人他就 礼拜六也来加班了 然后那个学长就开始帮他 坐到他电脑桌前 看他的城市 然后把他臭骂一顿 说怎么乱写 这个架构都弄错了 可是不是只是骂 学长就开始帮他 教他怎么改 开始利用那一天的时间就带领他 就把他整个架构都弄得很正确 就把整个架构都调整成对的 而且也指导他怎么样 比较快的去完成 那个网页所需要的那些格式 就很奇妙 就是那一天 他的学长又这样带领了他 他的那一天 他就把要做的事情 又通通都完成了 感谢主神派第二个天使给他 所以到了礼拜五要验收那一天 他也来城岛 那天他就跑来找我 他说请我为他祷告 我就祷告的时候 我就提醒他说 求神帮助他在小事上 要忠心细节的部分也都要做好 这个弟兄有听进去 他到公司上班以后 他就跟神悔改 因为他说他承认他 因为这一段时间来 时间太紧迫了 所以有许多细节的小城市 他都没有去把它做好 可是他觉得今天牧师这样提醒他 他就求主赦免他偷懒的这个部分 他开始把那些小地方都赶快补完补完 然后都把整个补完之后 才去找老板报告 结果没想到老板在看报告的时候 真的就是看那些小细节 就叫他把那些小城市一个一个叫出来 这个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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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然后就得到老板的肯定 这个专案就通过了 感谢赞美主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你看到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弟兄是不是就紧紧的认定神 紧紧的抓住神 靠着神的话语 有勇气去面对工作上的困难 就看到神怎么样就带领他 调度万有 拆开了好像不同的天使一样来帮助他 让他的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跟突破 达成他自己原本都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真的只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当你认定了神的时候 神会不会让你的道路变得通达平直 神会为你开道路 而前面讲到 遵守神的话语的这个目标跟方向 跟我们年纪多大是没有关系的 就算今天年纪比较大的人 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生活定下一个目标跟方向 仍然要 你知道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说 英国科学家曾经在40岁到90岁的人群里面 做了一个七年的追踪调查 结果发现什么 你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 跟一群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比起来 你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 你的生病死或是自杀的人数 那个比例整整高了一倍 就是你没有生活没有目标的人 你事实上很容易就会生病 或是比较早死的状况 那个整整统计起来高了一倍 换一些心血管 一些疾病的人数也多了一倍 所以医学上事实上早有发现 当人退休之后 如果常常都是因为人生的目标消失 身体健康跟精神状况都会怎么样 急剧的下降 真的你如果去看你的上一辈 很多时候就是他退休以后 开始好像第二天起来不用上班了 好像没事了 你发现他反而老得很快对吗 你会发现他那几年反而老得特别快 所以你看遵守神的话语 他为我们人生带来的目标跟方向 跟我们生命的岁数跟平安的加征 有没有关系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遵守神的话语的第二个益处 他会为我们人生带来一个持久的目标跟方向 再来看遵守神话语的第三个益处是什么 遵守神的话语带来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第七第八节说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脊 滋润你的白骨 他再次提醒我们人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而是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敬畏上帝的人一定会远离恶事的 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 而当我们用自己的小聪明 我们想要自己游走在那边掌控的时候 我们想要自己走自己觉得快速的道路的时候 常常我们都会变成自私自利 我们只为自己着想 最后反而让我们深深的陷在那些 不好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中 你看如果当一个人 他整天都在做那些恶事 你可以想见他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什么思想 是不是都是恶的思想 都是神不喜悦的思想 而一个整天脑袋里面 都是装着那些邪恶思想的人 他的心灵会健康吗 他的心灵肯定是扭曲的 而一个心灵扭曲的人 会不会影响他身体的健康 一定也会影响他身体的健康 就好像你看如果有一个人 他整天都在看色情片 他心里面都充满了色情的思想 我跟你讲 你看到那个人脸一定都怪怪的 对吗 看起来就怎么样 色色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整个会影响出来 所以当我们因着敬畏神远离恶事 让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纯正之后 第八节说 这会怎么样 医治你的肚脊 滋润你的白骨 河本这边用肚脊是翻得很好的 你知道肚脊在中医称之为神雀 就从字意上来讲 雀就是古代君王所居住的那个工程的门 所以神雀指的就是君主的门户 所以神雀 中医讲神雀事实上就在强调 肚脊的重要性 因为从中医来看 肚脊在人体所处的位置 是好像我们人体经脉的交汇之处 它连着我们五脏六腑 所以你看常常你肚脊 比较保持比较温暖 身体之后就会比较健康 不容易生病 你如果肚脊遭凉 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 感冒了是不是这样 就很容易就生病 所以你看河本翻成 医治你的肚脊 这是很好的一个翻译 事实上是很切实的一个翻译 就代表医治你的肚脊 就代表它可以怎么样 医治你的整个身体 它可以医治你的整个身体 而另一方面 白骨滋润你的白骨 白骨一方面也是指着我们全身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骨头是包覆在最里面的 是包覆在皮刚刚那个肌肉里面 所以白骨也指的是我们人的内在 所以滋润白骨表示你的内心 你的内在的心灵 都会得到医治跟恢复 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也就是遵守神的话语 祂会带来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这就代表一个属灵的决定 会带来我们肉体跟心灵的益处 对吗 一个属灵的决定会带来我们肉体跟心灵的益处 这我想是不用再多做解释 大家就可以了解 一定会去影响 所以这也跟我们的生命的岁数的加征跟平安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看到遵守神话语的第三个益处 它会让我们带来我们什么 身心灵的健康 它让我们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比较正面健康的思想 自然而然就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 再来看遵守神话语的第四个益处 遵守神话语 尊荣上帝 可以让我们得着什么 物质上的供应祝福 第九 第十节说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心酒盈意 用财物跟出手的土产去尊荣上帝 也就是像我们在教会所做的这些十一奉献 感恩奉献等等 那就代表到我们在承认上帝是一切赏识的源头 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 遵守神的话语这样做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奉献出去 不会因为给出去而减少 你反而会领受从上帝而来丰盛的供应 所以这里是用一个 好像一个储藏食物的那些仓房来讲到 就是说你的仓房都已经多到充满有余 代表什么已经装到多的 已经装不下了 已经满出你的仓门了 你榨酒了那个葡萄池 可以看下一页 就好像葡萄丰收的景况一样 都装得满满的满满的 所以你至于你榨酒了那个葡萄池 一直的流出来 桶子都装不下了 大家描写的是一个丰盛有余的情况 跟你旁边说 神要祝福你到丰盛有余 你只要愿意去承认上帝是一切的卷头 你愿意去再用你的土产 用你的那个金钱去尊容上帝 你给出去会不会减少 不会 上帝要充分的祝福你 你知道华人有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贫穷的思想 我们很常常在担心 我们年老时候的生活 钱数不够用 在那边想着要存多少钱才够 事实上上帝在祂的话语里面 有没有提供了解决之道 早就提供了解决之道 那就是你好好的遵行神的话 在钱山上尊荣上帝 承认上帝是一切供应的源头 上帝会释下丰盛的祝福 像我们教会的英哲弟兄 他的见证在月刊上有看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你知道他就是 他以前来到教会的时候 一开始薪水也是很低 他就是好好的委身在教会里面 遵行教会的教导 委身在小组 遵行神的话 就这样子好好的去工作 就神开始祝福他 前面几年虽然看起来薪水很低 后来当他有一次 他想要换工作的时候 他那时候第一个小孩要出生了 他想的就是 第一个小孩要出生 要增加一笔育婴的费用 他说求神让他祷告 新的工作可以加薪 他想说既然要祷告 不要加薪 祷告个10% 5%太少了 他说一次祷告说 加薪40% 他就这样来跟神祷告 40% 结果没想到 神就让他带领他 来到现在这个工作 当他第一天去 跟那个老板面试的时候 跟老板提出了40% 老板就一口答应 好没问题就这样了 哇这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他的薪水就加薪了40% 然后他在这个 现在的公司工作了几年 他去年写那个见证 他说他后来看一下 他整年的年薪 已经是他前一个公司的三倍了 三倍了 然后接着他现在第二胎 又准备要出生 他又想到说 要多一笔育婴费用 再次跟神祷告 再次薪水加40% 没想到他老板也是同意 感谢赞美主 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你说英哲有什么特别怎么样吗 没有 我跟你讲 他就是好好的遵行神的话 好好的委身在教会 他参与服事 他也愿意承担一个 小组长的职责 你看神就这样祝福他 他在钱财上 我相信也是在尊荣上帝 我上次还听到一个 另外一个小组长的见证 哇 40%已经很吓人了 对不对 另外小组长见证更吓人 他说有一次就是 突然有一个感动 上帝要他在传福音的奉献上 要增加 他讲的好吧 他就顺服神 他就把在传福音的奉献上 给增加 结果上帝很奇妙 有一天他就突然 收到他老板的妹儿 他的薪水 整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整整翻了一倍 整整翻了一倍 再次只能赞叹神的恩典 那就是他愿意怎么样 顺服神的话 神加拉在奉献上增加 他就顺服神这样做 神就祝福在他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遵守神的话语 不是只有属灵的益处 神有没有顾念到你的生活 神一样顾念你的生活 在物质上会充分的供应我们 而遵守神的话 当然最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是要从哪里开始 从相信耶稣开始 阿们吗 当然就是从相信耶稣开始 光是相信耶稣 从我们信主前到信主后 当你愿意相信耶稣 就会带来你生命一个极大的翻转跟改变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个 主演那个星际义工队的主角 下一张 这个人知道是谁吗 他主演那个星际义工队的主角 叫星爵克里斯普瑞特的见证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报道上说 他近年见身有成 他本来只是一个 大概三线的西咖的男星 可是他主演了那个星际义工队 还有侏罗季世界等片 让他可以变成那个一线的男星 好莱坞一线的男星 可是你要知道他在信主以前 他的生命是非常的没有盼望 你知道他在信主以前 他事实上大学的时候就被退学了 他就去改行当个折价件的推销员 在那边打工 看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然后最后他来到夏威夷那边去打工赚钱 他说那个时候事实上 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知道他晚上常常就是睡在货车上 或是睡在那个可能沙滩上有那个躺椅 可能就是睡在那些地方 然后当时他整天就是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吸大麻 他那时候觉得说 工作时间越少越好 只要可以维持基本的开销就可以了 那如果那一天都没得吃怎么办 他就去钓鱼 钓到一条鱼感谢主 他今天就有吃了 他那时候生活就是这样 甚至他自己还讲 有时候他在餐厅里打工 他都去吃那个客人 没有吃完的那些剩菜 他就去吃 他说有一次还很糗 吃到一半 那个客人突然回来说 要把牛排打包 他已经吃到嘴巴了怎么办 只能拜托那个厨师 再帮他去煎一块牛排给客人 你看他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所以你看他信主以前的日子是怎么样 真的是没有盼望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每天就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吸大麻 过了这种生活而已 有一餐每一餐的过 可是有一天 当他又坐在杂卧店外 他等着他朋友去买酒 他要准备又要去狂欢了 等着他朋友去买酒的时候 那时候事实上 他也还没有达到喝酒的法定年龄 在那边好像是21岁 他事实上还没有达到 他就坐在那边等他朋友买酒 准备要去狂欢了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男子 有个叫亨利的陌生男子 走向他说 你今天晚上要去做什么呢 克里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很诚实的回答说 我朋友正在店里买酒 亨利就说 那你是准备要去开趴吗 他说没有错 亨利又问说 那你是准备要去喝酒 吸毒把妹跟烂焦吗 克里斯用很得意的口吻说 我希望是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这样 可是照理讲 如果有个陌生人来问你 你会这样随便回答吗 搞不好是警察 你自己还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对不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天就很诚实的跟那个人讲 没错 就是要去喝酒 就是要吸毒 就是要把妹 就是要烂焦 他说照理讲 一个陌生人来 他应该不会这样去回答他的 可是他却 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 就很实话跟他讲 然后他就问了说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事情呢 亨利就跟他讲说 耶稣感动 我要来跟你说话 克里斯他突然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 他觉得他必须要跟那个陌生人 去看他所谓的这位耶稣 于是他就跟那个陌生人一起去了教会 很奇妙去了教会以后 他就改变了 他就想要相信耶稣 所以他就开始跟他周遭的人宣告 过几天说 说我准备要改变我的生活 他旁边的朋友都吓到了 你怎么搞错 你是不是吸毒吸多了 还是喝酒喝多了 可是光是信耶稣 你知道他的生命 整个就开始翻转过来 圣灵在他里面 他开始知道 他不能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他开始很认真的工作 就在一次机会底下 他就可以到好莱坞去拍短片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去好莱坞发展 展开了他的演艺事业 上帝开始带领他 上帝开始祝福他 他在好莱坞那边 也跟一个好莱坞的影星 安娜法瑞斯结婚 在2012年 也生下了一个小儿子杰克 可是他的儿子那时候是早产九州 生命事实上是蛮危险的 在那个重症的房间里面 整整住了一个月 那时候夫妻两个很彷徨无助 他们只能不住的在那边祷告 仰望神 在那边祈求神 可是神就真的去医治 完全的医治他的孩子 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出了那个病房 所以他说这个经历 让他更坚定了他的信仰 他觉得那真是神 真是施行的神迹 神在他的小儿子身上 真是给他一个很棒的神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莱坞的明星 他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生命真是不知道 每天为什么而活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吸大麻 完全的颓废 没有盼望 可是你看到 就是因为相信了耶稣之后 他的人生开始不一样 开始认真的工作 开始想要去改变 他开始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神也开始祝福他的工作 让他找到自己 可以发挥的方向 他在经济上也蒙成祝福 开始翻转过来 神也施给他婚姻 虽然他们生下的第一胎的孩子 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危机 可是我们也看到 经历神的看顾跟医治 让他的小孩平安的度过 那个为关头 为那个长大 他的生命在信耶稣前后 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 见证着蒙福的人生 从神而来 而从神而来 就是从我们相信耶稣开始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翻转 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 最后在11 12节 他讲到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感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最后真言提醒我们 不可轻看跟厌烦上帝的管教 因为当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确会用一些人事物 来管教来责备我们 可是我们不要轻忽 我们不要不在意 因为你要知道 上帝之所以愿意管教我们 正是因为祂爱我们 就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 所以你要知道 那正是管教的背后 正是天父上帝的爱 祂希望我们就像一开头所讲的 不要忘记祂的法则 要谨守祂的诫命 因为祂希望我们可以得着 遵守神话语 我刚才讲到那四个祝福 祂希望我们借着 我们借着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得着与神 与人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带来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祂可以使我们身心灵都得着健康 祂也会供应我们的物质 供应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生活的既长久又有平安 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上讲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你看我刚才前面讲到 学者花了一堆时间在研究的 圣经上这个话语 是不是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三千年以前就提出来了 而且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拥有这宝贝的圣经 神的话语 去没有去遵行神的话 去领受这张东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愿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用信心来领受 热切 渴慕 遵行神的话语 不管我们年纪多大 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 平安蒙福的人生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高山歌唱赞美你 我高山歌唱赞美你 你爱真实无可不比育 我神知你是我生命的神 你爱真是无可比亞 我神之离世 我生命的主 全息苦求你耶稣 主神灵降临 充满我生命 护救我所有 舍下跟随你 我一生胆胆属于你 请到你胜利 抵达的运行 唯有你耶稣 使我灵追逐 我的心刻不清清理 主神灵降临 充满我生命 我生命的主 极于你 祢到你神灵 必打的运行 eza过你耶稣、是我力追逐 我的心可不尽敬你 耶稣我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 回到我信息的一开头所问 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生 而且不是今天你搞清楚 那个利害关系之后才去遵守 而是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彼得一样 他只要确定这是神的话语 虽然可能跟他原有的想法不一样 可是他仍然愿意先遵行顺服 使用这样的一种态度 当我们这样做 当我们这样常常操练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在神面前就会越来越单纯 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 而遵守神的话语 跟你有多大的岁数 或是你有多高的地位 你拥有多少财富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相信跟顺服的心 不管你的能力 你的年纪 你的财富如何 我们都不要忘了 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像是小孩子一样 声音上说神的余着总比人刚强 神的余着总比人有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好不好 在场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 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成见 我们可以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 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之后 会不会仍然在神的话语上 常常有很多挣扎 有很多抗拒呢 圣经上已经清清楚楚写到遵守神话语的益处 你做一个神的百姓 居然如果没有去领受到那个祝福 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不好 为我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的心回转 能够越来越单纯 用一个单纯的信心 来遵守神的话语 你从今天开始就立定心志 即便跟你的观念 跟你的想法是不合的 但是你只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语 你就愿意全然的遵行跟顺服 让我们学会过一个简单 蒙福的人生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口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同声的开口祷告 天父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圣经上清明楚楚 明明白白写到遵守神话语的益处 主啊我们作为神的百姓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大大的张口去零售这样的祝福 主啊你帮助我们 觉得我们信主的年岁越久 我们要一个越简单 越容易顺服的心 不管跟我自己原有的想法 跟我原有的观念有多么的不合 但我只要确认这是神的话 主啊就让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 我们就决定先顺服 我们就决定先遵信 我们会看到你让我们前面的道路 变得通达 变得平直 让我们人生的道路 不要有那么多的弯曲跟诡诈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领受神话语的祝福 带来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带来我们与神与人关系的美好 主啊带来物质上供应的祝福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好不好 我请大家都把我们的眼睛闭上 我想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靠你自己 想要去抓取你人生的幸福 你靠着你自己拼命的抓取 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你人生充满了重担 就算你抓到你自以为的幸福 你回头一看你才会发现 你可能失去了更多 你也没有真正的平安 要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你生命当中需要有恩典 需要有真正的平安 而蒙福的人生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生 遵守神话语的人生从相信耶稣开始 因为平安跟恩典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耶稣祂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祂来到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祂用祂无罪的生命为我们上了残酷的十字架的刑法 祂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换 祂愿意去承担我们罪恶 我们所承担不起的那些重担咒诅 由祂自己来跟我们交换 因为祂渴望赐给我们一个真正新造的生命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 祂会带给我们人生真正的平安 你要如何去领受这样的祝福呢 很简单就是借着相信耶稣 单单借着相信就可以得着 上帝不是要等你做到多好 祂才来祝福你 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就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祂渴望要为你的人生开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 带领你进入什么叫做真正蒙福跟平安的人生 好不好在座有没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 我们都把我们眼睛闭上 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 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我要邀请你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 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举手的动作 来表达你的相信 有时候不要太复杂 就是单单的一个简单的相信 你的人生就会带来极大的改变 好不好 我们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给自己的人生一个盼望 给自己的人生一条新的出路 在座都是相信耶稣的朋友 感谢赞美主 没关系我来为各位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把我们都带到祢的面前 让我们信耶稣越久 我们人生要学得越来越来越单纯 让我们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 单单的信靠你 单单的仰望你 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你 让我们都可以领受 圣经当中已经清楚 神给我们的遵守神话语的祝福跟应许 让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来领受 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平安 蒙福有盼望的人生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